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谈这个C跟C++的这口 那是关于C++呢 因为C++的这个抽象 纯粹抽象类别呢 就是这口的角色 但是在C++当时呢 并没有特别提供这个 interface这个keyword 就是关键字 没有这个keyword 没有这个keyword 所以我们就暂时不谈它了 但是凡是这一个我们在Java这边 用interface的概念 其实在C++都可以用 纯粹抽象类别来表达 所以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我现在反而来谈一谈 我高老师创建的 面向对象C语言 就是OOPC 那我定义的这个JCO 那么而且呢 可以让一个class定义出好几个JCO 就像这个麦当劳的餐厅 那么它有这一个像这个麦当劳的餐厅 那么它有在室内 有一个柜台是给人在室内吃的 那这是一个柜台 这是麦当劳的JCO 那么它还有一个窗口 可以让车子 开车的人来买的 那这个JCO 那这是另外一个窗口 所以麦当劳提供了两个JCO 给客人来 来购买 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个类 也会有很多个JCO 很多个JCO 那至于多个JCO呢 我们在这教材的后面 还有一个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的 这是我现在 先来谈谈OOPC的这个JCO 的一种定义的方法 OK 那我们在Java里头 看到有Interface这个JCO的定义 那么我在这一个OOPC呢 我定义一个这个Interface这个关键字 然后把我们要的JCO的名字写在里头 所以这叫做Interface 里头是I-Circle 这是一个JCO的名字 然后呢 里头有两个这个函数 函数 那因为这本来这里头就是抽象的 函数都是抽象的 所以这里就含有函数的指针 那这是C的语法 这是这个函数的指针 OK 那这样子就定义好了这个JCO 那别的对象 只要能够调用这个ZO跟Move 那就可以了 换句话说 JCO系数的对象内的函数中有哪些是允许 别的对象 别的对象经由这个JCO而调用的 就透过这个JCO呢 它只能调用这两个函数 OK 例如呢 想吸入长方形的对象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定义什么 我定义一个IA 这样的一个JCO 那这个JCO只有两个函数 一个是计算 一个是计算 这个面积 一个是计算 它的这个边长 就长方形的周长 或者是边长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定义好这个IA 这个JCO 然后接下来就定义这个class 这个class叫Rectangle 然后呢 用这个关键字叫做Increment IA 括号 那这就等于实现了 要来实现这个IA这个JCO 那因为IA这个JCO有两个抽象的函数 所以呢 我们就要来 在实现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它补起来 所以在定义的时候 这次还是在定义 所以我们除了这两个函数之外 这个Rectangle呢 还定义了一个函数叫做Init OK 定义一个函数叫Init 做初期的设定 还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长宽 一个长一个宽 OK 那这样就把这个 用C呢 来表达这个class 也表达这个interface 表达interface 好 类别的定义说明的长方形对象 有两个数据的成员 就是刚刚所看到的 长跟宽 就是这两个 一个长一个宽 OK 好 那底头还有三个函数的成员 三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一个叫Init 还有一个从这边 实现这个JCO的 所以它总共有三个函数 一个KLarea 一个KLside 一个是Init OK 是这样子的 那么JCO的定义说明了 这个对象能透过IAJCO 来调用长方形的对象的KLarea 还有这个KL Parameter 或者是Site的这个 边长或者是周长 但是不能直接存取这个长跟宽 因为你一定要透过这个JCO才可以 不能透过这个JCO才可以 来调用这两个函数再来存取 那这个JCO会允许你来调用Lens跟Whees OK 这个时候我们就称 这个Rectangle这个类别呢 Implement这个IA这个JCO 它表示这个类别定义 在这个类别的定义里头 在这里 刚刚所看到的Class 然后呢 定义一个Class 然后呢 实现这个IA这个JCO 好 那么在OOPC呢 可以实现多个类别 可以实现同一个JCO 比如说 我定义一个IA这个JCO 计算这个Area跟Site 但是我的定义一个Circle这个类 所以呢 我定义一个这个Circle 这一个类呢 那我可以实现了JCO叫IA JCO叫IA 那么我的这一个Square 我这个另外一个叫做SQ 这个类 那么我有一个JCO叫IA 对不对 叫IA 所以它的对象都会有这个JCO 它对象都会有这个JCO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 一个Client 对不对 就可以透过这个JCO 来调用它的Care Area Care Site 也可以透过这个JCO 来调用它 因此呢 对于它而言 这个都叫做多态性的对象 多态性的对象 因为 如果把这个看成是G类 结果它们两个是共同的G类 有没有看出来 就是说 我们一直谈到的 就是 这个JCO 就是一个抽象的G类 抽象的G类 这个JCO就抽象的G类 结果这两个类 有同样的JCO 这表示呢 它们两个变成是它的 子类 就是这样子相当于呢 这个 有一个抽象的类别 对不对 然后呢 有两个子类 一个C 一个SQ 然后呢 它来 这样子构成一个体系 对不对 然后呢 这边有函数 有两个函数 一个叫做Care Area 一个是Care Site 所以呢 这个就变成了 这个类别体系的 你看 这里也有 实现这两个 这里也有实现这两个 结果呢 这两个函数 就变成了 这一个 多态的 多态的函数 对不对 多态的函数 OK 所以呢 这样子的 当这两个都实现 同一个JCO 那我们一直强调JCO 就是抽象的基类 因此呢 这两个 有共同的 抽象基类 那抽象基类 定义的 这个函数 的方形 都会被实现在 实现在这里 因此变成 我们这一个 继承体系的 一个多态的函数 所以我们的 这里就变成 多态的对象 所以对Client来讲 那这些 都有共同的JCO 所以呢 这一个 大家都 这一个 如果这边变Coin 那就这边就 换卖机啦 有没有 这边换卖机啦 所以呢 这个 很多变化 那么 希望你能够 抓住它的 基本的 道理 就是 JCO 就等于 抽象的 纯粹抽象的基类 有实现相同的JCO 就等于它有相同的G类 那G类里头又定义的抽象 抽象的函数 所以子类都要来实现 因此呢 就构成一个多态的一个体系 OK 这样子 只是 原来是用G类来表示 现在是用JCO 那 那这个叫多态 有没有 这是麦当劳的餐厅 麦当劳的餐厅 都提供相同的JCO 所以我就可以用相同的 方式 把信息送过去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一个多态 OK 关于Circle跟Square 这些提供一样的JCO IA 所以能够互相的 抽换 也就是说 凡是支持这样的一个JCO 那么都可以互相的调换 这是 也是多态的一种好处 OK 那例如有两个类别 一个是Circle 一个Square 他们都支持这个IA的JCO 那两个就可以互换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 这个JCO 这个Interface呢 IA 它里头这个JCO呢 定义了三个函数 OK 那么现在 写一个Circle 来实现这个IA 那这个时候 它就必须 定义三个函数 有没有 这里有三个函数 就空的 所以Circle一定要把它补起来 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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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补起来 那这样就OK啦 就OK啦 OK 那这个就是 它来实现 那么另外一个Square 也一样 这个Square呢 也实现了一个IAJCO 所以它这里 给它自己的实现方法 那这个跟这个可以 你看计算不一样 所以实现的方法不一样 这就衍生出来一个多态咯 有没有 相同的函数 对不对 这都是多态函数 然后呢 各个都来实现 对不对 相同的名称 但是里头代码不一样 里头代码不一样 因此我们就可以写一个 一个边口感 这个是一个指针 因为是用C的 所以不是用参考 是用指针 这里有 有两个指针 就是两个小变量 两个小变量 然后呢 这里就 另一个Sircle的对象 所以另一个Sircle的对象 然后呢 把这个 它的IAJCO IAJCO的 位置 然后让这个可以 Point Point到它 这叫做PC 那一个叫PS 对不对 然后呢 这边另一个Sircle 这是Sircle 这是Sircle 那么 它也实现 这一个IA这个JCO 所以呢 它也指向 这个IA这个JCO 指向这IA这个JCO OK 那 这里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 可以 这一个 这两边 这两个JCO 是一样的 就等于 这两个G类是一样的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 写出一个 这个DOTI的函数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 这一个JCO 把PC 丢进来 那 把PC 你看 不是把PC Copy给它 所以PI 也等于 Point到这个JCO 所谓PI 就可以扣 就可以扣 Ceararea 就可以扣到它 对不对 就可以扣到它 同样的 再把PS 把PS PS现在就指向这个IA 把PS Copy给PI 所以PI就指向它 不是 指向它 那PI 就可以扣它的 Ceararea 所以那就扣到不同的 所以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DOTI 的那个做法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里都只是凸显 让你了解 这个 我们的DOTI的概念 也可以用用在 这个JCO上 因为JCO 就是一个共同的JCO 就是共同的G类 他们 他们就是在同一个体系上的 OK 这样 所以这种 程序的reuse呢 就是 Point area 它就可以来 针对 各式各样 只要你有实现 这个JCO的 那你都可以传给我 就等于说 我们的Coin 我们 你所有的Coin 只要你都能够继承 这个Coin的 那你都可以 交给这个 Voucher Machine 一样的 只是现在把这个Coin 变接口 三个多体 都有support这个接口的 你都可以丢给Voucher Machine Voucher Machine里头 就是有一个这个函数 来当一个入口 这样费的Coin 所以 做法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 多了一个接口的概念而已 OK 那这就是 这一个 我们的 所谓重用的价值就是 针对不同的 这个Coin 针对不同的 对象都可以 它都可以来执行 OK 那这就是 换卖机的例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 优点 OK 那么现在 就以接口来实现 这个多态 就刚刚的 一直在谈的多态 那我们就来看看 真正的实现的 代码咯 所以你看 我这里有说明了 一元硬币 它也 这个界面 这个接口 五元硬币 也有这个Icoin的接口 开空的接口 所以这个接口 就相当于一个抽象类别 是他们的共同的 这一个 共同的 共同的 这样子 共同的基类 那这个就直接使用这个接口 直接 使用这个接口扣下来而已 那 这两个类别都实现 Icoin的接口 这几个类别都有 那么都有value 因此它就是一个多态 那是一个多态的函数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 应用 这样子的方法 这个 不同的指针 多态函数通常是 这些能够接受的信息呢 所以呢 我们就分别 当你用 D1 D5 D10 分别 作为这个三个对象的指针的时候 那它指向不同的对象 指向这个 这个 这个 有没有 那么你都可以 用D1 去调用value 它也调用value 那么 这个 也调用value 而不是bonus value 这样的做法 那这就是一个多态的做法 那只是说以前是用 这个共同的基类来实现多态 现在是用共同的接口来实现多态 有没有 所以 这个就可以像free coin free the coin 然后就把这个指针 把这个硬币的指针丢进来 丢进来 那这样就可以计算了 就可以计算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实际用OOPC 来 这个实现一下 这个I coin的做法 所以I coin呢 它里头有两个函数 一个value 一个value 那么一个init 就做出极值的设定 好 那现在有一块钱的class 它也来实现这个I coin 实在实现I coin 一块钱的 那么 这是一块钱的 好 那这是一块 这整个都是一块钱的lay 好 那 那里头呢 它就要实现两个函数 实现这两个函数 value就return一块钱 那五块钱的一样 也是定一个五块钱的class 来实现I coin 来实现I coin 好 那这样 然后它也是一样 init是空的 value是return5 OK 然后这里就 十块钱的 十块钱的 也是一样 定义一个用锡 定义一个十块钱的lay 那 因为上三个lay 都共同支持I coin 接口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三种呢 多态的 硬币对象 把它喂进去 这一个 换卖机里头 好 那我们就来 看看它怎么弄了 所以在换卖机 就定义一个换卖机的class 里头就一个free of coin 对不对 然后呢 也设定一个i coin这个指针 i coin这个指针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 换卖机的实现咯 free of coin 对不对 然后它就做一个coin的指针 这个指针可以指向 可以指到不同的对象 可以指到不同的对象 OK 这样子 所以十块钱 五块钱的都可以 然后呢 它把这个 这个coin的指针丢进来 那么它就把它存进去 这一个数字里头 等到计算 总金额的时候 就是这样 再从数字里头 把它抓出来 然后 抓到这个对象 现在先 这里先把这个对象 传进来的对象 指针先把放在数字里头 就在这里 再从数字当中抓出来 抓出来再问它你的指多少 然后这样一个for loop 就可以算出来 你到底丢了几个coin进来 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接口 应用接口的概念 来实现free of coin 的这个做法 OK 所以呢 我们在vend program的时候 就先定义一个 mochan machine 也就是一个vending machine 一个 贩卖机 然后 贩卖机做出奇的设定 之后呢 就是产生一个 c1 这一个1块钱的 i coin 但是他指向这个接口 就整个指向这个 鸡类一样的 所以5块钱的 10块钱的 然后每一个都把它 位进这个 位进这个 贩卖机 到最后呢 混一下贩卖机 你总共收到多少钱 有没有 所以他就把它 位进去 位进去 这样子 所以这个例子呢 就是用我写的 oopc 来实现 上一个 上一张 就第七张呢 我们用过 这个 Java跟C++ 来实现 这个 i coin的 这种贩卖机 那我在这里 部分呢 就应用的 我的oopc 也一样的 很方便的 把它实现 这个贩卖机 跟这个 coin的 这个多态性 的对象 所以就透过 这三种语言 让你对于多态 对于这个 接口 都能够很精准的 抓到他们的 这个背后 这个oop 的基本精神 然后帮你 奠立 一个扎实的 oop的基础 OK 那我就 介绍到这里咯 谢谢 我 谢谢观看